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周年庆祝活动篮球友谊赛圆满结束 华邦四方围检察院高效执法 帮工人追回欠薪 总部警卫营20周年庆祝活动篮球友谊赛 自11月2日开赛以来 经过了小组赛 八进四赛 及小组名次赛后 11月15日下午 本次赛事迎来了本赛季的总决赛 经过13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某拨线队和四六八旅队 顺利进入季军争夺赛 总部警卫营队和某帽线队 在总决赛顺利会师争夺关亚军 11月15日下午4点30分时 进入总决赛的四支参赛队 展开了最后的关亚季军争夺赛 中军争夺赛 中军争夺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参赛运动员们虽然在场下是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弟 但在球场上却是你真我敢 不放过任何一个得分的机会 场外拉拉队更是热情高涨 欢呼声 呐喊声 让篮球比赛气氛不断升温 全体运动员 裁判员 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表现突出 中场休息时 拉拉队为活跃气氛还送上激情舞蹈 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裁判员公正无私 全体参赛运动员真正发挥了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精神 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水平 裁判员公正无努力来的 国财哥 老板 velen钊 瓶灭 平底都与受启冷 相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家期盼的目光和游戏的呐喊声鼓励下 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敖战 最终警卫营队以92比79的绝对优势 战胜了某冒线队 夺得本次篮球比赛游戏赛的冠军 某冒线队获得亚军 某冒线队战胜468旅夺得继军 468旅云得第四名 本次比赛的亮点 是运动员们充分遵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比赛精神 各代表队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顽强拼搏 用正第一团队的团结协作精神 给在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篮球比赛不仅丰富了 警卫营20周年庆祝活动的内容 并且进一步增进了警卫营 与各兄弟部门之间更加团结 相互促进 相互团结协作的深厚友谊 为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切实解决原鸿门企业被拖欠员工工资问题 日前瓦邦司法委检察院干警 在某伯县机关大礼堂 将被追回的工人工资进行了现场发放 发放现场 前来并领到了工资的工友们 对瓦邦司法委检察院的高效协调 和成功处置表示感谢 据了解 自接到原鸿门企业 拖欠工资仪式的投诉后 瓦邦司法委党委高度重视 并亲自部署安排下 司法委检察院经过及时取证调查 和不懈的努力 历时八个月的时间 最终帮务工人员 摧毁了他们的血汗钱 并及时安排罚房 应受疫情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 考虑到部分工友未能及时赶到领取工资 经院领导指示 特将发放时间延长至2022年10月25日截止 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 日前仍未领到工资的工友们 可本人亲自前往瓦邦司法委检察院办公室 在核实身份信息无误后 便可领取到被拖欠的工资 这期间 望全体工友相互转告 尽快领取 令检察院工作人员 也对发放要求提出了明确 必须本人前往领取 不可带领 不可冒领 发放截止日期 2022年11月25日 发放地址 瓦邦司法委检察院办公室 联系方式 阿彪 0967-5817-404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 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以及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首席平台 掌上瓦邦 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